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一年级科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39页哦 那么这个是单元期磁铁哦 所以练习二 这些物品里的磁铁有什么用途 画线连一连 所以之前一页我给你看那个指南针哦 这个就是指南针哦 这指南针 啊他可以指引我们方向哦 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的指南针哦 那么这个就是磁针哦 磁针是有磁铁的 那么他会通过这个 通常这个磁 正啊他会指去这个 指向这个地磁的北极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青色的字啊北哦 啊通常这个红色就是这样哦 所以他会指去这个 啊地磁的北极哦 OK所以这个指南针他可以引导我们 方向哦 尤其是在可能森林里露营的时候迷录哦 啊就用这个就很好用哦 所以这个指引方向 那么就要去到这个鉴笔盒哦 啊可能你的朋友有这个这种鉴笔盒哦 啊这种鉴笔盒他是有 磁铁在里面哦 所以他可以使这个使这个 盒盒盖盖上哦 那么你的笔盒交叉 还有尺就不会跌出来哦 OK 那么有些是可能用拉链哦 所以 拉链就拉链花了就麻烦哦 OK所以就有些人的是这个 长方体的鉴笔盒哦 所以就可以这样哦 那么第三 OK这个是好像西洋棋一样哦 所以这个 呃 西洋棋它的底部啊 每一个棋子都装有这个磁铁哦 那么这个通常是 铁板这样的东西哦 所以他才可以让那棋子固定在棋盘上哦 所以呢这个 第三的话去第一哦 ok 第三的话去第一 ok 第四哦 给这个你家里可能有安装这个哦 那么这个可以使门开着哦 ok 就不用用一些 我们讲 啊 给我要讲的是这个哦 就不用用到这个是放在 门 门的下面哦 所以呢这个的好处就是他可以使门开着哦 所以就这样哦 ok 那么 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那么这个是一年级科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39页 ok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也可以看其他的关系 要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video下面这个链子 me готов 词